平常都是你来照顾妈妈吗 嗯 你照顾妈妈几年了 五年了 你爸爸呢 透气 有段时间没有看到爸爸了 很久了 很久了 嗯 想爸爸吗 嗯 前 想 嗯 平常在哪儿写作业 在床上写 嗯 这个床里面几个人睡 五个人 睡一张床 五个人都是谁啊 妈妈 我妈妈 不想 不想 你们放学回来又要做饭又要洗碗 然后还要照顾妈妈 有没有写作业的时间 嗯 有 老的时间有吗 没有 你几岁开始做这些家务的 18岁 你想不想要一个好一点的学习环境 嗯 那阿姨来帮你完成 嗯 和把她扔到我们 和把这些派对 在一起 谢谢你 你们三个现在每人一个书桌 现在去找自己的书桌好不好 喜欢吗 喜欢 这个床可以摇起来 这样子你和妹妹就不用再扶妈妈起来了 知道吗 我跟你说怎么动 看到这个地方了吗 往里边这样摇 你看 那边就可以慢慢地起来 对 妈妈要是想躺下的话 你再往反方向摇 这个就下去了 会了吗 会了 这样是不是轻松很多 嗯 你们知道月饼象征什么意义吗 月饼象征团圆 就是8月15这一天 然后要一家人在一起 有点好吃吗 好吃 想爸爸吗 想 非常想 嗯 你看看谁 进来吧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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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